2014年6月10日 国务院首次发表 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》的 实践白皮书 强调要准确理解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白皮书指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 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 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 中央授予多少 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 不存在剩余权力 中央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 从2014提出 我们香港是高度自治 但不是绝对自治 香港是一个我们中央政府底下的地方政府 因此中央对香港 它是有些宪制责任和宪制权力 白皮书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 修改权和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而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 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相隔七年 国务院在今年12月发表一国两制下 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说完善后的选举制度 充分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